建築圖羅技紀念中邏 因新建工程引進前開古蹟及藝術建築 設及文化資產保護法第3次 投幣不必 建築師事務所於 107年1月8日提送代用計畫 本局於2月7日邀請文資委員 李陳良委員 薛琴委員 蔡元良委員 詹天崇委員及蘇英委員 召開代用計畫機 文資法第3次調整調會 經營集會委員共同討論 針對塔羅的位置形式 請台北科技大學舊校園整體規劃 進行空檢後提出收證計畫 續送本局告白審查會議 建築師事務所於107年2月14日 提送收證後報告書 經優科檢視 建議補充中軸視覺模擬圖 校園空檢計畫及新建物高度制設計說明 該事務所於107年9月15日 提送收證後報告書 本局遂於107年4月26日 召開本新建案是否涉及 文化遺產保證法第3次調整調會議 邀請文資委員 薛琴委員 蔡元良委員 張天崇委員 會議結論 為確保護積極遺史建築安全 請文化單位補充監測及保護計畫 續送本公審 本局續於107年5月31日 召開副審會議 結論 本案應設有涉及文化遺產保證法 P34條鎖列情形之餘 請文化單位 依委員意見修正補充後 續送本審議會審議 檢布本案計畫書請委員 賞月桌上的部件 是公園學校洪榮的補給公告 歷史建築一大穿堂的公告及地域地形圖 本新建案案與補給及歷史建築的位置圖 目前補給及歷史建築現況的照片 歷史建築一大穿堂的公園 你辦 本案請設設單位 針對歷史審查會議 委員意見提出回應及修正方案後 提請本審議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以後續 請建築生事務所報告 主席會議員 大家好 我們金光玉建築師 快要為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從去年7月的時候 陳宋建築執照申請 就發言說我們大穿堂 這種房子已經超過50年 依照法會必須做文化價值的提估 所以我們經過兩次被灘之後 在每年初的時候 或文化價值的執行為歷史建築 也因此我們就開始 針對歷史建築做我們 對三世的影響的一個評估 也進入協定委員會 對我們幾次的指導 我們也做了若干的修正 讓我開會的報告一下 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三世的報告成分為 我們開發行為不會扣壞土地 和一紙建築 也不會遮蓋其外貌和 取涉性評報 本案是因為我們的校友會 有改於我們學校建立於 已經一百中年 而且變成了科技大學 所以希望校友會捐贈捐款 做一個紀念的福樓 建築建築的選址 就是校園的核心 由於我們的選址 有關於我們整個校園發展的計畫 所以我會解釋整村裡 在向我們過去校園發展的歷史 來說明這個選址 還他的意義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古蹟的紅樓 前幾年才剛剛要修復完成 一大村長剛剛被進入歷史建築 學校也會入居的籌募經費 來做他的回覆和修徵修 我們學校會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當初日本時代 幾個重要的工業設施 都設置在這附近 包括現在華山建國區就長 日華已經參除了 我們的工業學校就設置在這附近 所以這等於是工業的聚落 我們學校當初的配置 其實我們主要入口石頭線 在八軸路那邊進來的 經過一個水道 我們的橋 這邊有個很漂亮的講堂 但其實這些都已經拆除了 當時的我們的學校 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一到兩層 很簡單的建築物就是一字形排開 或是一刻硬的 講堂 用我們的風玉手段做連接 等於說我們當初學校這些特色 現在的紅樓 當初是越南市的附屬書庫 越南市已經拆除了 大部分的建築物都已經拆除了 只剩下我們日子時代的知物 只剩下我們紅樓 對於大傳堂 到戰後 美園時代的建築 當時因為新開了新生難路 所以我們創造了一個新生軸線 它比分就是 這一種也是我們認為 非常重要的建築物 是秀珊女士的 現在的中正紀念館 它就是體育館 其他建築物都是用 非常現代風的建築物所設計的 幾乎有點包浩斯學院的 現代主義的風味 當時我們秀珊女士 就有好幾棟建築物在這裡 到了新生難路走線設立的時候 當時由美園和其他經客 建立了一些建築物 其他的都已經拆除掉了 再來到80-90年代 中央公路後半之後 我們有了中校公路的校門 當時設一次蓋了非常多的建築物 這大概是我們現在的學校 最主要的一個意象 大家對於美園的認識 大概就是這個 框架式的RCE的建築物 用馬賽克和黃色的石端 這是我們現在最主要的一個意象 這些建築物都變成了比較深 有兩邊的走廊 有中央的符合 大概這堆建築物 大概高度都是在7層到13層左右 那這些建築物都保留到現在 近年我們的發展都是用高層的發展 面對比較大的麻路 都是非常高盛的 包括這個鴻玉大樓 包括現在已經完成了衣光大樓 現在要興建群光大樓 現在已經在興建金圖樓 這個都是來彌補我們學校對空間的需要 同時兩個軸線下面其實也都挖空 下面是五層樓深的地下停車場 我們學校的運用其實空間非常的稠密 土地也使用得非常的有效率 我們只是在一個校園的核心 近年學校也非常著重這個 第一個是從整的紅樓 第二個是我們現在從整的圖書館 是由成品的設計師為我們設計的 那我們的波羅園起 我們學校其實是 從最早就是校友對學校的 相信力非常強 他們對學校的捐款 亦是學校的中大大的資源 包括紅樓本身就是由校友所 有捐贈的 這是當時捐贈的名冊 還有當時共同的情緒 同時我們需要在幾個紀念碑的 在我們的歷史上 有幾個紀念性的旅程碑 包括 包括升格為台北農專 我們也是校友捐贈 然後建立了一個塔 川科塔樓 70年代的時候 我們也是改製為國立大學的時候 和國立學院的時候 也在中樓也還在 在建國南路和中樓的路口 這是我們過去的一個傳統 因為現在已經到了百年了 所以很多校友 就希望建立一個中樓 來做回國的紀念 一方面像是西里昂的選手大學 都有一個中樓 而且大概也會是校友捐贈的 同時我們希望它是一個文風塔 來向著我們的學運川流 當時我們在 剛剛報告的 在這個工業的象徵 就是華山 還有我們學校本身 都有一個很高的一天聰 也是當時一個工業設施的象徵 我們這個中樓的設計 基本上是用我們學校的校會 我們學校也要做我們平面 逐漸充取出一個高樓 其實使用面積只有五樓 每一層大概只有15乘15米 跟它有一個面積 我們希望高處是68米 我們的位置就是在我們 紅樓和一大圈長的附近 紅樓選在這個地方也是 校友們都希望 紅樓一大圈長和胡樓 能夠成為一個平式性 一個三位議題的 學校的精神的象徵 我們和學校的 紅樓的距離有三七米 所以它的影響比較小 和一大圈長的距離是六米 我們也希望做各種萬全措施 我們也希望有一個平式性的 學校最重要的精神性的建築 我們的範圍之內也沒有受訪 我們就注目 我們的形式一方面 希望反映紅樓本身的材質 我們在同時這個 我們這個造型也希望是 以用修改舉是中正紀念堂的 一個大片的斜感的造型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平面 來 那 這是我們一些回廊 我們希望你看現場的回廊 準備落 這個 這個都可以看到 我們並沒有遮擋到 這個一大塊什麼 和這個紅樓 對 我們也認為 在未來 他甚至於 更可以 由於他的包索 讓大家更能夠進入 到我們這個內院裡面 了解到這兩棟建築物 對 那 現在我們的兩個軸線 和我們的內院 空間構造是這樣子 我們希望在未來 逐漸把這幾棟老舊的建築物 開除以後 變成一個真正的學校的 一個核心的空間 那這三棟建築物 就變成我們最主要的一個 核心的象徵 好 時間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我們請委員進行審議 會否有針對指導 有沒有什麼指教 我想請教 因為你說改制也蓋了一個Tower 然後100年又要蓋一個Tower 然後變成大學又蓋一個Tower 那學校對這些 學生人或老師們對做這件事情 有沒有一個通過公開的討論來做 還是就做委託了 那以後150年是不是要再做一個 這應該有一個Monster Plan的概念 請教一下學校的意見 好 各位我們來學大家的指教 好 是不是很校方就接他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就 這個案子我們是有 發一些會議去討論 那 陸系的 系的那個 西部會議 大概是 好不好 我補充一下 這個 剛剛那個委員提到這個 就是說 我們原來的70週年 這個效果圈的那個 位在建國南跟中校東角落 他是學校為了擴建 汽車大的 那個角落 所以必須 現在的教育部長姚立德校長 當初請我們把它簽譯 但是那個經過地震之後 因為30年地震之後 地基又歸裂 所以當初 遼立德校長跟 經過三位校長 他們也同意說 新樓蓋好那個 原來的樓 就要拆除 把原來的那個 校會移到西部大樓裡面 所以因此我們 三年前就啟動 經過三位校長到 全世界各地校會 也是做簡報 然後在我們校委會館 常務委 也做了簡報 幾乎沒常過做 然後在去年的校慶的時候 我們也印了三千 那麼的DL 也讓各界的校委 那目前 也陸陸進監管的計程 對 以上回答 謝謝各位 謝謝 但是另外我們講 另外還有37條 38條 39條 都很難道 37條是講這個武器的環境之館 武器保全需要留住武器保全之館 那我想學校它有紅樓的武器 昂徽大廠長1991年 它本身應該有一個完善的武器保全之館 然後依照國際保全之館 我們在38條 39條要有一個基本的開發 類似一個開發行為 可是現在就是把3738 39條 撇開去看 只看了30條 因為30條 其他 我們剛剛先前討論幾個30條 很無賴 因為你的教團不是你的 你的這個武器也不是你的 我當然不管你 我就按30條 可是這個 比較穿強 這些古蹟 紅樓 都是你們自己啊 你們自己還是很無蠻 不反愛古蹟 不反愛古蹟 我自己怎麼會反愛我自己啊 剛剛這個郭老師建議 事實際上我們來的是 我在這個 我想在北高道我也有很多的朋友 很多老師也不斷地跟我反應 他說你們怎麼審查的 就單純就罵我 你們怎麼審查 不會讓他過 那學校就說 你們都聰明了 可是就建立系統 學哥老師都聰明了 他們都聰明了 我覺得這個 如果說這樣的話 如果說在這裡 你們學校自己會問的話 甚至有些校友也跟我講 因為我在北高道也教過 有些校友也跟我講 我今天我覺得很矛盾 我們審查的時候 我們覺得這好像不太是 可是學校就聽你們的報告 好像都是同理 都是沒問題的 校友都捐款了 但是我跟問的校友 他們都沒有拿來捐款 我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其實這個事情是不是能夠讓我們更澄清一些 更了解 真是事實的真相 不是我們今天罵男朋友 我們被學校的校友被罵死的 我們覺得這個不論我們也有這一個大事 那我跟你講 你一定要有一個紅豆跟這個藍藏 是不是有一個真理規劃 比如說我把中豆先把它散開裡面 我的這個火開就好 這不是這樣講 他們有什麼問題 第三件事 那個 今天算什麼 就是工程的這一份 在第43頁的地方 請各位也稍微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這個模擬圖 這模擬圖 像那個塔其實真的跟紅龍 配在一起還滿像煙囪的 那其實還滿容易讓人家有 跟華盧的一個聯想 那這樣子的聯想其實對很多來講 雖然他並沒有遮住他的正面 可是這樣搭在一起 其實會很容易讓人家造成理解 所以這個部份可能要請 這也是在幫忙思考一下 謝謝 請問各位 我想要做一點說明 因為這個案子跟我們 我們自己算大事的 我好像應該迴避 我看你也因此迴避 所以前面幾次專業小組 我都不知道神的忌妒 一直到這次才知道要討論 那因為剛剛我們那個學校的代表 有提到我們系務會議的意見 那剛剛有委員說 到底是什麼 我想可不可以簡單講 因為我們其實老師也都不知道 就是校友這樣熱心的在 有仇辦的活動 只有第一次要提報文資 剛好那次找我 那次沒有避嫌找我當委員 我才知道我們學校要開始做這件事 那後來我們就都不知道了 所以今年5月的系務會議 因為我們就是看到 因為我不知道中間那幾次的專業小組會 所以我們上昨天今天他們有事沒有來 所以我們都不去 他們就有西沙老師說 你們兩個在那邊到底有沒有 我說我們也不知道啊 因為避嫌啊 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真的也要提出來 這樣我開始覺得 我們真的也不知道 都沒有辦法再西沙交代 所以我們那天其實是透過 最後校務會議一張補片 然後我們的校務會議代表 老師林老師趕快回來講說 欸知不知道這樣 我們才說已經定案了嗎 那我們有幾點意見 第一點我們今天這樣 感謝校友很熱心 我們北科的校友會 真的是我們成長的最大的基礎 這一點我們真的要感謝 但是主要是我們自己是專業者 我們也跟其他委員講的一樣 我們希望我們有一個 全盤的校園規劃 因為各位知道 如果去共同學校就知道 這一塊是我們唯一緊承的綠地 而且是最重要的 我們的普基紅樓的中軸線 就這麼一定點大 我們其實非常珍惜 所以我們建議說 可不可以移到別的位置 這是我們修會的第二點 第三點 因為校務會也有學生代表 那個學生回來也跟我們系上反應 我們對於這次的造型 因為同學反應很直接 他們其實覺得這個造型 有點生不當的聯想 對於女生直接 男女生直接看到的反應 他們覺得 這個也是學生直接反應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其實也說 如果未來不要有不必要的 社會輿論的討論 因為學生一看就回來 因為都在講設計嘛 就回來說老師怎麼造型上好像 他們覺得就在彼此 學生教員開始在校內 所以我們第三點是建議這個 第四點 我們老師其實是 非常感謝校委會也 感謝這個學校的熱情在討論 所以我們希望好像剛剛我們講 第37條 或者至少在校內 可不可以有一些管道 讓我們去討論或是說明 然後可以讓 至少我們校園內的師生當事者 可以來瞭解 因為我很抱歉說 連我自己 我當文職員 我對這個案子我也不了解 然後我今天看到就是最後的題材 那我們那天系上老師 也是透過我跟我們張主任 我們剛好在這邊知道 已經一次的結果 所以我想因為剛剛只報告說 我們西部會討論 聽起來好像我們認同 其實我們有寫了四點的意見 建議 剛剛我帶你一下簡單的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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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這個剛剛秀老師講 37條如果做五肌保存機的話 他大概三年內都大概不會乾 不能乾 這是實際實務上的層面 所以在其實在現在新修法的這個部分 我們比較彈性的做法是還是會用三四條來審 那保存計畫 因為台北市的估計大概有至少一百多個 那全部做完一個保存計畫要三年 如果一起做的話 大概也要做上三十年以上 才會把台北市的估計保存計畫做完 所以老師今天不管審議通不通過 我還是建議用三十四條的條文 因為三十八條是不發掘的 主管機關是不發掘的 所以今天我們來拉提行委員 如果你建議通過還是要寫三十四條的理由 不然將來會不會申訴 好我想針對委員討論 然後我想很顯然 旅會委員大概沒有辦法通過這個案子 然後就請 也要針對以上委員的這些意見 然後做一些DRC的認識 好 謝謝 好 那個報告主席 剛剛那個蘇主任所提的意見 我們以校長的事務來作為的 也有幾分鐘 第一點 剛剛蘇主任也感謝他的建議 我們校園內我們也看了很多位置 因為在西校區這邊 只有那個地方可以 還是要拿好叔叔 我們不確定 我們的工作應該也不是idents 感谢观看